OK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 眾所期待 但卻又令眾人失望的 新夜馬戲團 期待的當然是那豐富的活動獎勵 或是每年一次讓人充滿練功慾望的經驗加成 但我還是很懶 而失望的就是 今年我原本想直接叫大家去看去年影片就好 畢竟活動內容相當相似 但卻因為獎勵的減少 而讓Lio我又拍了一部馬戲團的介紹 沒錯 就讓我用這部影片 向大家介紹一下今年的馬戲團 究竟內容如何吧 好的 首先我們先來講這次 新夜馬戲團的四大階段 也就是隨著累積活動硬幣來提升 設計師等級 進而慢慢開放的設計師獎勵 而活動硬幣可以從擊殺怪物 參加小遊戲等方式獲得 這個我們待會會再提到 那先來介紹一下 第一階段燃燒角色 就是能獲得一個超級燃燒加速器 我印象中獲得的都是這顆啦 也就是只套用10-129級的燃燒效果 其實我覺得練分身也超不實用的 第二階段保護區 也就是能夠進入特殊地圖 在地圖中強化心力 是能夠有防爆效果的 BUT 只有15星前的裝備有效 而且無法套用在尊貴裝備上 第三階段裝備傳授 就是玩家口中的日食 但其實只是因為裝備傳授的第一次出現 是在一個名為日食活動當中 所以大家就習慣直接稱呼它為日食 而裝備傳授能夠將 航海5-5-35等 轉移城鄉對應職業的屬性 但有些屬性職業裝備 可能會需要2至3次的傳授 才能達到希望的結果 這可能就需要事先做好功課了 第四階段現金移動 也就是能夠將不同職業群的現金道具 在限定時間內從商城中任意的轉移 是一個整理現金道具 以及分配點裝資源相當便利的一個階段喔 OK那我們講完四大階段後 就來介紹這次的活動票券 和往年不同 這次的票券只有兩種選擇 分別是遊樂設施過山車 以及人肉砲彈設施活動 而第三種選擇並非在今年消失 我們待會會再提到 先來講講第一種票券 選擇後可以獲得一個活動技能 只要擊殺怪物就能獲得夢想點數 喔對了夢想點數也是獲得夢想硬幣的手段之一 但這個技能最重要的是那發動後的經驗加成 而隨著設計師等級的提升 經驗加成的趴數也會跟著增加 從技能上可以看到 每個階段都有兩種不同的趴數 假設你是老手階級的話 當技能發動時 大機率會套用170%的經驗加成 小機率會套用180%的經驗加成 而這邊有個錯誤 實際每日能夠發動50回而非30回喔 然後容許我抱怨一下 這個經驗加成算說有中比沒有好 但是跟往年相比真的是超級大嚴格 如果你是選擇人落炮彈票券的話 就能夠在消滅怪物的同時 獲得夢想點數 且增加炮彈的能量 在累積滿能量後 使用技能發射炮彈 就能獲得數量不等的個式獎勵 其中真實符文碎片 核心寶石 粉末或是奧術之盒 珠子都是相當實用的道具 不過獎勵數量的不固定 以及過場的活動技能CD 可能是大家需要特別留意的 好的 那麼講完兩種票券之後 最後就來講講這次馬戲團的各種小遊戲吧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獲得夢想硬幣的活動 只要轉動輪盤獲勝就能獲得硬幣 落敗的話就30分鐘後再來 不過我眼中懷疑這根本是十毒九片 贏的人拓海輸的人填海 剛提到今年的活動票券二缺一 缺的就是練戰地的一大捷徑 而這一次的新夜馬戲團 把這項活動搬到小遊戲上面 那大家能夠透過參加碰碰車遊戲 隨機的提升角色等級 但因為沒有實際遊戲畫面 所以實際內容可能要等開放後才會知道 但我覺得應該是有限制提升的等級範圍 然後每場結束後會隨機提升可能一到十級 總之就是一個提升戰地等級的好活動 而且也因為這次的改動 讓不管是選擇什麼票券 都能夠參加到這項活動喔 懶人的福音比歐的天堂 和晚年的所有活動一樣 都會有這麼一個只要掛網在活動地圖內 就能夠慢慢的增加活動點數 進而獲得活動硬幣 直接變成放置Play 透過消耗2億封閉 可以在期限內獲得增加50%經驗的效果 而且可以和天氣藍卷等經驗加成同時使用 重點是和天氣一樣 待在同品同地圖的話 就能一人付費多人享受 然後就是能夠透過支付100封點 來補領你之前沒累積到的活動硬幣 就是一個補點名的概念 最後一項活動就是冰山破冰 透過對冰山造成的傷害多寡 獲得數量不等的硬幣 每日的上限則是150硬幣 而這邊獲得的硬幣是額外給予的 也就是說大家記得每天來敲個冰山 能夠幫助自己更快的提升設計師等級哦 OK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新夜馬戲團的活動介紹 應該沒有漏獎的部分吧 如果沒有提到的地方或是講錯的地方 也麻煩大家留言指正 那如果任何問題的話呢 也歡迎私訊我的粉絲團來提問 那麼希望這次的影片有幫助到 還不了解新夜馬戲團活動的你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也記得幫我按個讚 如果能夠再按個訂閱當然更好了 OK 那我是Ryo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也記得幫我 點贊讚分享 我留在IG也記得幫我追蹤一下 那麼我們就下次見囉 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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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